今年呢 是我们全美华人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第二十周年 这二十年来 我们在中国的贫困地区 能处兴建了十七所小学 二十年来 我们一共捐助了数千名贫困地区的学生 他们当中 很多人已经成江丽业 拥有了自己美满的人生 这一年代表现了20年代的ACCEF 过往两个年代 我们已经建立了17新学校在中国的贫困地区 在2020年抗疫期间 ACCEF捐赠了80台呼吸机 以及大量防护用品和医疗器械 总价值高达四十多万美元 During the pandemic in 2020, we donated 80 ventilators and a large amount of protective and medical equipment with a value totaling over $400,000 朋友们一定都还记得 两千零八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困川大地震 我们的基金会为地震 募捐了135万美元 根据当时北京电视台的报道 我们的赏灾物资 是所有海外民间团体当中 最先到达灾区的 其中包括当时十分珍贵的 新鲜蔬菜和水果 During the 2008 Wanchun earthquake Foundation volunteers raised over $1.3 million According to reports from Beijing TV Our foundation's relief supplies were the first among overseas private relief groups to arrive in the disaster area and they even included fresh vegetables and fruit 20年来 基金会不一余力地从事着 爱心助学和文化交流的事业 那么在这美好的时刻 让我们掌声有请基金会现任会长 王涛女士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Welcome Madam Emma Wang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年是ACCEF成立20周年 我代表基金会向捐助人 义工和朋友们表示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和信任 祝大家青春快乐 龙年大吉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感谢王涛队长 今天呢 我们还有心请到了历届的基金会领事 在这里 我想有请各位理事起立 给大家拜个年 基金会历届的理事会成员 请起立 让我们用掌声 感谢他们这些年来为我们奉献的无私的爱 谢谢大家 朋友们都知道基金会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其实在基金会成立之前 我们已经有八位具有爱心的朋友 他们当时捐助了22名贫困的学生 今天 他们当中的四位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请他们起立 四位基金会成立之前的原老朋友 感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们感慨万千 心中的千言万语 汇成了一句话 我们 感恩 有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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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